大部分香港人都已去完旅行 航空业亦已进入伏偿的阶段 一向受机组人员欢迎的区份 成交都活跃起来 以青衣区为例 今个月已有100宗的成交 比上年同期升了1.6倍 今集我们带大家参观一个 享有临海优势的屋苑 就是凌翠半岛 放盘的景观是望一线海景价 位于10座低层的三房单位 现在业主就改了做两房套的开绩 实用面积772尺 价格是1500万 价格是19000多元 有没有看看楼 回来再分析 有运动场 有泳池 还有海滨长廊 有空的时候想找个休戏的地方 都更在止尺 加上眼前的南巴勒海峡 预计是永恒景观 天气好的时候 还可以软跳中环一带 虽然隔着个运动场 还会看到同区其他屋苑 但是距离就不算近 整体景观都挺开扬 要留意望海的同时 側望会看到荃湾坟墙 在家司布局上可以下多点心思 避开直望坟境 例如好像业主那样 将电视柜放在向海的一面 沙发就安置在完整长生的一边 望向青衣公园方向 这个客饭厅相当宽落 有大概230尺 还有扇灯 镜面特色墙等等设计 增加空间感 近厨房的一边放到六人餐桌 旁边还有位置放鞋柜 各位有只通风窗 不过外望屋苑天井 现时就透过装修 加了个木栏遮一遮丑 穿过走廊 来到睡房区和浴室 两间睡房和客厅同向 但由于距离远一点 能够避过坟境 先参观小睡房 有大概57尺 刚好够位放齐单人床 衣柜和书桌 为了省位一点 还用了烫门设计 尽头的主人房 空间大三倍 有大概155尺 以旅自营开积 除了够位放大床和床头柜之外 还有另一个空间 原来业主做过小手脚 修饰原本开积上的缺点 走过一点 还有一间衣帽间 这里原本是另一间房 业主就拆了墙 将它纳入主人房的范围 除了多了位置放东西之外 还解决了主人房 有条长走廊的问题 空间就更加见识 这间房现时有两组大窗 采光度充足 主人套刺由窗通风 以浴缸设计 存物方面 除了洗手盆柜和柜面之外 还可以用隔壁的层架 下次的格局大同小异 最大的分别是有幅斜墙 局限了存物空间 最后参观厨房位于圆关的一边 二长型开积 齐备基本家电 除了有L型的工作台面 旁边还有一个长型空间 可以製作甜品 也有不少厨柜 如果还未够放东西 里面还有一间处物室 从业主的开架也看得出 它不急着买价 要价比同类型的成交高出一成七 同座六百五十九尺的三房 成交价只有一千零九十五万 计价是一万六千六百多元 参考银行股价 都发现股价不足的情况 而且幅度高达两成三 四大银行的股价 只估到一千二百一十多 去到一千二百五十多万 楼价的差距 最高达到二百八十七万 都差得挺远 不过有诚意的话 都相信业主都会肯减价买房 佳因物业已经持货二十一年 当时是零二年 买入的是三百五十三万 预计赚幅高达三倍二五 跑营同期大市有三倍的胜幅 可能业主都知道 现市房之下 要以心价出货是有点困难 业主同时都放租 叫租二万六千元 赤租为到三十四元 预算的回报率只是大约两厘 营翠半岛是位于青衣站的上盖 规模是岛上最大 有超过三千五百个单位 凭着有海景的优势 不但业主对于叫价都相对深红 成交价都反映到金贵之处 一般情况下 两房的赤价都会高过三房 但在营翠半岛这里就相反 参考过往的成交价 除了十一、十二月 受到流程因素的影响之外 两房的成交赤价比三房低 大概百分之三 去到百分之九 三房的平均赤价 高建一万八千多元 原因之一是景观的差距 大部分三房单位 都望屋苑的一线海景 最好的单位就一定是 好像这个单位一样 就是东南海 和可以望到烟花的景观 之后就是一些东北的海 我们会望到渔心广场 接着就是一些内缘的景观 和一些城市景 这个单位就是这个十座 十一座、十二座 向前排东南的EF 就是望回 这个就是最一线的景观 因为前面是没有遮挡 这些景观比较好的三房单位 入场叫价就由980万起步 而两房的叫价就由680万起步 同时三房单位的景观分野比较大 就以好像放盆那样 望东南的单位 景观最优质 比起望远景的单位 楼价高低差幅高达一成半 12月中移座一个向西南望远景的低层三房 以14100多元的赤价逆手 几日之后 12座一个望一线海景的高层三房 造价到16300多元 相反 屋苑的两房单位 多数以内缘和楼景为主 令楼价高低差距缩窄到8% 三房除了景观比较好 成交量也领先 过去半年合共53宗成交中 两房和三房分别有25和27宗成交 三房单位占总成交量超过一半 不过代理说 两房单位始终银码比较小 主公常车客 加上政府调整了重价印花税的税街 楼价108万以下的单位都可以受惠 不过营翠半岛的两房放盆量都相对少 屋苑现时大概165个放盆内 两房的放盆量只有45伙 占比2成7 当中有九成的单位 能够受惠减税措施 楼市气氛持续向好 最新的楼价指数也由低位回升 按周升2% 报163.33 准买家对市场都回复信心 令千伊区的成交稳步向盛 营翠半岛过去半年 录得53宗成交 当中21宗都是在一月份速成 占比近四成 是近年单月新高 计算五六年的成交左右 平均营翠半岛大概是7至10宗 但在最上个月是超过21宗 所以你看到上个月是爆发性的成交增长 代理说移民盘和减价盘支撑了屋苑的成交量 吸引了区内区外的买家来寻找顺盘 亦可以吸引了本区的换楼客 他们卖出单位之后觉得那个价钱是相对于吸引 所以就增加了成交率 其实低价盘在11月已经开始浮现 但那个月只有三宗成交 由于当时的楼价呈现跌小 影响了买家入市异欲 但去年年底预告通关之后 成交量由12月起止跌回升 在去年10月份开始楼市整体上都是跌价成交 这个屋苑很多移民盘出了来 当时来说其实在一个月里 是超过跌5至10%都有 去到11月份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最低潮 接着12月份开始平均 直到1月份开始政府宣布通关之后 这个情况就开始反弹 拉阔去到整个青衣区 上个月就有87宗成交 作为全区最大型的私人屋苑 营翠半岛的成交占了2成4 但要维持高位也不容易 因为低价盘经过一轮消化之后 这个月的交投开始减慢 这个月其实这个暂时有7宗 但耗景湾这个月已经到现在为止有12宗成交 上个月的耗景湾只有8宗 营翠半岛已经消化了一批顺盘 或者比较低价盘之后 其他人都会选择隔离的屋苑 去追逐一些比较顺益的价钱 代理说购买力都还在 今个月整区的成交量已经超越上个月 暂时录得99宗 欢迎观众登入楼盘全真Facebook专业 率先参观放盘单位 一起参与网上流传讨论 说下你的看法 有意提供自样放盘 都欢迎透过这些方法和我们联络 谢谢 谢谢 感谢 今天 解决 准备 总 大 開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